热玩车手们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我是水的 嗨 本季急速快感季节的主题是 地下狂飙 在生涯这里 除了最基本的赛事 声望任务之外 本赛季还新增了故事模式 接连挑战12位街头车手boss 完成后 可以领取包含60张货运券等丰富奖励 但还不仅如此 在主画面这里 我们可以找到赛季 这里才是本赛季主题 地下狂飙的主要玩法 我们要积累赏金 提升自己的悬赏等级 在悬赏金累积到25万的时候 即可领取全部的奖励 这其中包括有1200钻石 6张传奇赛车改装图纸 以及赛季专属头像框 人物造型 两种赛季专属的车底灯 还有车位挂件 车点挂件等等 奖励非常丰富 目前能获得悬赏金的方式 只有以下几种 第一就是参与黑夜模式的排位赛 如果是竞速赛 就尽量选择黑夜主题的地图 完成比赛后就能获取赏金 或是选择热力追踪 无论是担任街头车手 还是警察都行 但要记得哦 选择匹配黑夜模式 累计排位的长次 还可以额外领取赏金奖励 如果以上这种PVP的竞速 你都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选择热湾赏金赛 只要进入热湾 点击左上角 就可以直接加入赏金赛 一局的时间非常快速 并且可以不断的连续接着打 除了可以快速累计赏金之外 还可以顺便冲一下 每周的街头声望 一局两得 本期的内容主要是提醒萌新们 不要忘记还有赛季的奖励 可以领取哦 这种类似于双主线的设计 我认为非常好 不仅让玩家有事情可以做 还有丰富的奖励可以拿 更会让我期待下一个主题 究竟会是什么 这一次的地下狂飙 还没有结束哦 未来还会再新增 侠盗追击的活动 等到正式推出的时候 再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介绍